其实如果你看着标普500 当然现在应该开始引起一帮 如果是纯用看图的 不要太用基本分析去看的话 事实上短期是利淡的 因为其实你一月份已经跌穿了两年的上升轨 然后其实你刚刚早两个交易日 就跌破了大概4300点 大家开始会想会不会是头肩顶的形态 头肩顶的形态我相信昨晚到尾时 最后一个多钟 股份不断推下去 好像刚才提到的Tesla那些 不断推指数下去 其实大家在怕 技术形态上会不会出现了头肩顶 如果你的量度跌幅又要再跌多600点 利益标普去算 就是要客人的 现在你随时搬到一些故事出来客人的 但是 想说多一点的就是 如果放回一些数据 基本分析上面之前已经说了 其实现在便宜了很多 甚至有些东西 其实两个星期前我只可以说 平均三年五年 是开始底 如果平均十年 都不敢说去到底的时候 过了一个多星期 这个对白已经可以改了 已经可以改了 原来经过过去 用了十年的话 其实已经开始 去到合理偏低的水平 所以其实这个位置 我觉得在市场反映得很快 我想说多一个数据 就是说 大行 最近都有些数据 参考过去有九次 即是六零年 七零年 七零年有三次 二千年有几次 那究竟如果一月份 标普500 是跌幅多过5%的年份 他们做了这个 比较的 究竟在这些年份里面 如果一月那么差 原来二月 有七成的机会 都是会付回报的 但是呢 他们之后就看了 由三月开始 大概十个月左右 原来有七成多的机会 是会 拿回正回报回来的 所以呢 其实有些人都 拍过了 就是我们自己 CMT那边 有个 很好的 Chair 他也立刻拍了一幅图 就是说 如果把那几次的年份 拍到一个 一个平均的S&P的 事实上 今年的一月二月 都是出现 同类似的 如果参考回 刚才的说法 其实就会是 由三月回升 接着就会升到 大概九月十月 那一刻 接着 市场 又会再做回整顾 究竟这次历史 会不会重演呢 我觉得 这个是 今天 第一个 即这个台 我也是第一次分享 这个idea出来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了